新北市林口区的竹林山观音寺 今年第一次新增了许多以往没有的各式的灯饰 来点缀寺庙还有庙前的公园绿地 今年公所和庙方应景联手推出梦幻灯海 月夜月美丽的美景 欢迎民众前往拍照打卡 林口竹林山观音寺在春节期间 都会装置应景花灯来迎接新年的到来 今年首次新增了许多以往没有的各式灯饰 来点缀寺庙庙及庙前的公园绿地 林口区公所也一同在公园内 加装特色灯饰夜间亮灯 让路过民众惊呼超漂亮 林口竹林山观音寺 为了这个今年的这个年节的气氛呢 也在它的这个庙城的主体 山门以及这个就是两侧的这个步道旁呢 都布置了非常多的一个灯饰 不管是白天或者是晚上都非常的美丽 竹林山观音寺周边 皱满了娇嫩的樱花 每年约在2月下旬至3月为最大花旗 吸引无数游客前往观赏 现在寺庙周围的樱花镇逢花旗 已经可以看到几株樱花镇在绽放 民众不管是搭配白日的阳光或夜间的灯景 都可以看到不同的美景 在我们的竹林山寺周边呢 目前呢樱花也正在盛开当中 不管是到这边祈福拜拜或者是赏音 都是最好的一个时节 今年公所与庙方应景联手 推出梦幻登海月夜月美丽的美景 欢迎民众前往拍照打卡 但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还是要提醒大家 外出要全程配戴口罩 即得勤洗手 并且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 一起为防疫做努力 记者胡宇轩领口采访报道